在俄羅斯的不良思客區 那我們知道在這邊有一個 俄羅斯的戰術飛行中隊 駐紮到這邊 然後它的基地就在附近 那為什麼它同一天被擊落 我們請大家特別注意這個距離 這架米巴被擊落的位置 是在俄羅斯的領空 領土之內 領土裡面的上空 它的距離是51公里 這架蘇山是被擊落的地方 距離邊界 有21公里 那其他兩架也是一樣 也是在45公里 而且在同一個區域 那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 沒有載空機 就烏克蘭沒有載空機 那我們知道一般個人可以C型的 就是赤針飛彈那種飛彈 它飛機飛太高你也達不到 距離你太遠你也達不到 因為它的有效射程大概就6公里 所以 你不可能打到21公里 除非啦你就是滲透到這個區域 然後又剛好在它的航到底下 可是我們又知道被打下來的飛機這麼分散 烏克蘭無論如何它也不會有這麼多組滲透小組可以穿越邊境 而且就在底下等好了 而且老師之前有介紹過刺針飛彈 它還要追到你的熱源 對 那所以這個你要同一天完成這樣 以刺針飛彈就滲透小組刺針飛彈去完成這個很難 再來如果是載空機就是比如說 烏克蘭的戰機 那烏克蘭戰機如果追追追追到這邊 以蘇35的俯視雷達的能力 它是不可能看不到有周邊或警戒 而且這個區域的上空還有A 俄羅斯的A50空中預警機在執行 所以如果有飛機接近是不可能不知道 那如果我們在中和最遠的距離是51 那其他的最遠射程在45到51之間 那這樣子攻擊這些在空機的彈種 大概就可以推算的出來 邱老師你是先排除就是空射飛彈的可能性 再來就是排除了要滲透的 滲透監射武器的可能性是很低 那所以就是理論上來說就是陸射 陸射 對 那陸射你在不進入俄羅斯領土 然後在邊緣可以部署 那最可疑的飛彈就是麻雀飛彈 AIM-150 因為它的射程是50到60公里 那我們可以看最遠的 飛機幾乎就是你貼在邊界你可以達到 那為什麼會有 烏克蘭的機動的防空系統在這邊移動 而俄羅斯一點都沒有差距 對為什麼 鬆懈 俄羅斯打仗打了一年多還是這樣 就是好像 因為這邊就是第二線啊 他在這邊你看他一天之內可以有四個目標被擊落 代表他有更多的勤務在這邊執行嘛 對 那怎麼可以這麼鬆懈 你被打到第一架的時候 第二架第三架 你被打到第四架 對 你才發現 欸 情況不妙 飛機體 怎麼會這樣 而且他們這些飛機 因為在俄羅斯的領空裡面 其實他們對安全是鬆懈的 飛機自己本身對安全也很鬆懈 所以我們的推測就是在 在邊境這一帶有 機動的 地面的 麻雀飛彈 在 防空系統在運作 所以第一個 俄羅斯就犯了一個錯誤 就是 他可能對 烏克蘭這邊邊界 是太疏於看管了 對 第二個是他覺得在自己領空上面 就不認真 好 那我們就要回過頭來看 那這段邊界應該由誰來負責 西部軍區 昨天老師才講過西部軍區啊 對 因為這邊算西部軍區要過來支援的 所以 這個就是你在戰爭裡面 你竟然已經在戰爭狀態底下 其實每一個人都要有 戰爭的意識 你要有那個 就你要有戰爭的感覺 雖然你在第二線 看起來很OK 可是你要想 你的對手 會想盡任何方法殺死人 他這邊的 這邊這麼多 這麼密集的這個定義機 懸疑機 他是執行什麼任務 因為他現在 烏克蘭在大反攻嘛 對不對 所以很多地面 地面的 會呼叫空中支援的 不會像 被K下來的蘇珊斯 蘇珊斯最近都在負擔什麼任務 滑翔炸彈 對 所以 這架蘇珊斯一定是到 到頓巴斯去支援 飛行任務回來 返航的時候經過這個區域 那烏克蘭他們攻擊的 反正你出去他也不打你 他等你回來的時候他才打你 為什麼 因為你回來就沒有戒 更鬆懈 對 然後因為他雷達 因為他地面雷達 開機時間很短 所以他射擊窗口很短 大概就是 開機雷達30秒 找到目標按了 他搞不好更精準的是 你去的時候我不打你 是因為我也許那時候沒有看到你 但是當我被攻擊之後 我就知道這邊有在空機啊 其實他們應該都知道 因為他們有很多情報來源 就是美國西北約會給他們情報 但是因為這些這麼遙遠的情報來源 他只能給你一個範圍 他沒辦法給你精準的位置 沒有精準的位置 防空飛彈沒辦法設計 因為防空飛彈會需要一個 三度空間的坐標 而這個是一般我們搜索或探測的雷達 沒辦法給你 他必須要一個長 一個至少10秒到20秒以上的照明時間 就是那個射控雷達 他才可以解算出你在 你在三度空間裡面某一個點 那這樣AIM120 他才有辦法去追到那個目標 那所以在這個 一天試駕的損失之後 那這個區域 現在俄羅斯有採取什麼數字 我不知道 也不知道 我也不曉得 但是希望他 因為我們也不知道 接下來俄羅斯會在這個區域做什麼 但是我們大概可以從這個事件 你知道 其實烏克蘭 這種我們 我們知道戰爭的雙方 他在彼此較量的過程之內都會進化的 烏克蘭不會永遠只是用S-300 或者是用三毛舉飛彈 他在接收西方的武器 防空武器 防空設備的過程裡面 他會開始學習使用 學習應用 那你不能把你的競爭對手想像成是一個永遠不會進步的 這都是很大的危險 我覺得最扯的是我不能理解為什麼俄羅斯好像總是會在什麼地方表現得很兩光啊 他不兩光他也比較俄羅斯啊